受限于现行游乐设施的规定 许多校园水泥大象溜滑梯 面临被打掉的危机 为了保留大象溜滑梯 明刚国小日前 由蔡丰华主任以及刘一文老师 带领十多位学生 准备了油漆颜料以及刷子 向大象溜滑梯身上 涂上格子与线条 打造大象溜滑梯为公共艺术 我今天来彩绘的是 这支大象溜滑梯 我觉得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创造出来的画作 我觉得很满意 以前是平淡无奇的浅绿色 然后经过大家的努力 变成这么缤纷艳丽 虽然只是放在学校 不给别人玩游 但是我觉得可以用来欣赏 我觉得很好 因为大家的衣服都会变成五颜六色的 他们就说看起来是五颜六色的 如果涂到别的地方的话 大家都会笑 因为这个 今天来这里就觉得很好玩 没有体验过这种 帮东西彩绘的乐趣 以前也是就读民刚国小的学生 因为很喜欢画画 所以老师邀请我 回来跟学弟妹一起 才会从小看到他的大象溜滑梯 现在看到他 就是被重新彩绘过一样 就很漂亮 就觉得很开心 其实这个计划是111学年度 跟教育部申请的 公共艺术设置的一个计划 那希望透过小朋友的一个彩绘 跟公共艺术的活动 那将我们的大象溜滑梯 那能够把它翻新 那成为一个最美的一个 校园里的这些艺术角落 那也展现出我们民刚小朋友 在绘画方面的一个学习跟成果 透过蒙德里安系列课程 希望学生能从生活周遭中发现美 从小细节中体验及实践美感 进而了解生活中多元的美感元素 有画家蒙德里安基本的构图 然后它的基本构图是以颜色 基本颜色红黄蓝白黑 为最主要的颜色来表现的 这个社团活动是由1到6年级的小朋友 都有参与 延续学校的这个旧有的大象 我觉得是一种纪念的价值 因为公共艺术来讲 其实要给小朋友做一些公共艺术 其实有点困难的 这些都是必须要 你看我们必须要受太阳跟风跟鱼 所以我们使用这些油漆类 这是为了防止它 不要让那些自然界的来破坏它 所以小朋友用这个的话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大很大的帮助 也会让他们在素材上面有不同的体验 大象溜滑梯是许多人小时候的回忆 明刚国小注入蒙德里安创作元素 而不是打掉回忆 县府教育处肯定这一项彩绘活动 除了承载历史的记忆之外 也变成了另一种的装置艺术 记者上清福 明天乡采访报道